彰化一名理性男子在去年2月 骑乘大型的重机车行径在139线道 在弯道是两度压车 被后方检举达人持录影画面来举发 事后警方就开出了两张危险驾驶的罚单 除了重罚18000元 并且掉扣车牌6个月 而对此当事人是提起了行政诉讼 并且强调他自己是为了稳定以内情的姿势过弯 而法官审理之后认为 这个骑士行驶在弯道 在安全的状况下压车 降低重心体力过弯 难以认定是危险驾驶 因此判决撤僑罚单 红牌重机直线加速超车后 来到弯道骑士压车过弯 短短两分钟在139线道两度压车 被后方右路人检举危险驾驶 下去警方透过画面依法开罚18000 除了计为规点数三点 还得掉扣车牌6个月 当事人不满 向台中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最后法院判决撤销罚单 但将压车不危险吗 引发民众议论 当事人主张当时双车道 都没有其他用路人 而且没有飙车蛇行 路线保持稳定 为了过弯才内清 不能认定是危险驾驶 而法官审理后认为 骑士稳定 其实在车道内 没有超速或变换车道 压车地点是趋率不低的弯道 因此判决撤销罚单 由于事发地点139县道 有多处弯道 是国内跑山热门地点 也时常传出事故 这回压车过弯 法院认证不构成危险驾驶 罚单撤销 开罚的警方也只能尊重 巧的是这两天才又发生 无照驾驶 疑似过弯操作不当摔车 警方强调人会持续加强执法 捍卫用动人的安全 记得网络中文报导 转特别是黑暗 转特别是因为 我 Jake hahaha 船徹徜中文有名的